我睡 白雪 你怎么睡在僵私身上 我真喜欢睡在僵私身上 僵私身上是不能睡的 是啊白雪姐姐 你不害怕吗 走开 我就睡就睡就睡 白雪姐姐怎么了 她不是最害怕僵私了吗 白雪白雪 不好啊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妈妈不见了 妈妈怎么会不见的 今天早上 我们去妈妈房间 就发现妈妈不见了 不会是你的僵私 干了什么吧 你们两个不许胡说 我的僵私宝宝可乖了 那妈妈怎么不见了 就是你那小僵私看的 不是她还有谁 这个家里面只有我们几个 说了不睡就不睡 不知你们居然是我的僵私宝宝 白雪 你为什么叫她宝宝啊 她一点都不可爱 呵 僵私宝宝 我们不理她 我们去睡觉去 白雪 你怎么又躺在僵私身上睡觉 妈妈都不见了 你也不去找一找 我就喜欢躺在僵私身上睡觉 你们快去找妈妈吧 我要睡觉了 白雪你太过分了 妈妈丢了你都不去找一下 你就知道躺在僵私身上睡觉 就是 你怎么这样啊 小朋友们都会给你打零费的 我回来了 好困了 我要睡了 妈妈你去哪里了 还有 你怎么也躺在僵私身上睡觉 你们这都是怎么了 大妈爹爹辈儿姐姐 我劝啊 你们也来试试这样睡觉吧 很舒服了 我不要 我害怕 就是 我也不要 白雪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妈妈会回来 所以才不着急的 是啊 没错 妈妈不跟你们说了 我要睡觉了 这样下就不会有危险吧 白儿姐姐 我们去找乌婆婆问问吧 她神端广大 一定会知道的 呃 乌婆婆 什么 乌婆婆怎么也躺在僵私身上睡觉啊 乌婆婆你快醒醒啊 乌婆婆 乌婆婆 哎呀 你们干嘛呀 没看到我就睡得香嘛 乌婆婆 你怎么和白雪姐姐 王后妈妈一样 都爱躺在僵私身上睡觉啊 我喜欢躺在僵私身上啊 哎呀 你们有什么 明天在外 我要睡了 啊 啊 看来乌婆婆也不正常了 我们还是去问黑暗魔王吧 嗯 白儿姐姐你看 这里有一家新开的超市 我们去看看吧 行 我们进去 黑暗魔王 是你 是啊 是我 这家超市是我新开的 你们快看看需要些什么 你这里怎么卖的全都是僵私啊 天哪 你不会也不正常了吧 你俩说什么呢 这些都是僵私玩偶 还有僵私枕头 睡觉的时候 整个可舒服了 你们两个要不要试试啊 什么 这些都是玩偶 那这么说 白雪和王后妈妈们 拿的也都是玩偶了 是啊 他们每个人都买走了一个呢 嗯 对了 还有乌婆婆 原来是我们搞错了 那些僵私都是假的 好吧 小朋友们 你也在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什么呀 啊 谁吓我 啊 贝尔姐姐 贝尔姐姐 白雪 是你叫我吗 啊 啊 大宝 白雪 你在哪儿 啊 啊 只差一个白雪 就打工告成了 看 白雪怎么把熊妹贝尔大宝都变成石像了 快走 咱们快去找呼婆婆 啊 啊 王后文婧阿姨 你们别走 这不是我干的 啊 大家怎么变成石像了 我得赶紧把他们变回来 吴拉拉 恢复魔法 小精灵 谢谢你 你们怎么变成石像了 这都是白雪干的 什么 白雪 是这样吗 嗯 你看 白雪承认了 你们还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是白雪干的吗 我在被变成石像前 听到白雪叫我了 我也想 白雪一喊我的名字 我就变成石像了 小精灵 大宝小妹都听见了 肯定就是白雪干的 嗯 小精灵 不是这样的 你们看 白雪身上还有黑魔法的痕迹呢 看来 真的是这样的 白雪 你既然偷偷学习黑魔法伤害大家 我要把你 也变成石像 哼哼哼哼哼 不要 不要这么对我 精灵之力 大宝小精灵 谢谢你 不用客气 有什么事情 你们记得到我 白雪 你就好好反省吧 当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我们就赶紧变回来 哎呀 可恶的小精灵 怎么不先把白雪变成石像呢 现在 凑不够四个石像了 这个怎么办 有了 我得赶紧去学习新的黑魔法 哼哼哼 谁来救救我 兄妹大宝贝儿 你们不是变成石像了吗 我正要去救你们呢 是小精灵把我们变回来的 原来是这样 网合和围裙怎么说 是白雪把你们变成石像的 他们说的没错 就是白雪干的 现在 她已经被小精灵变成石像了 什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怕 世界是这样的 白雪也超越了 所以肯定是她干的 哎呀 不是这样的 咱们赶紧去把白雪变回来 乌拉拉 恢复魔法 白雪 我不是说不是你干的 是这样吗 嗯嗯 真奇怪 白雪怎么只会嗯嗯呢 你们看 白雪知道的黑魔法还没消失 原来 白雪是中了黑魔法 所以才不能说话的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还是让白雪告诉你们吧 乌拉拉 解除警言 是艾莎 这都是艾莎干的 是艾莎装成我的声音欺骗你们 把你们变成石像 也是艾莎用魔法 把我禁言的 原来是这样 艾莎也太可恶了 就是 还好白雪你变回来了 我们直接误会你了 我们向你道歉 没关系 我不怪你们 好了 可恶的艾莎 竟然把我也骗过去了 看我怎么教训她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个视频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吗 不能吃挑战 现在开始 她是黄色的 黄色 我猜是面包 我儿子的食物那么多 我猜橙子 我觉得应该是鸡肚 不是鸡肚 应该是香蕉 要不要吃 开始投票 我同意 我也同意 我们也许 全部同意 现在开始吃吧 哇 我猜对了 就是鸡肚 娘娘娘 真好吃 黄色 我们吃完了 现在 请猜第二个食物 它是圆形的 圆形的食物那么多 我怎么知道是哪个 算了 还是猜我最喜欢吃的蛋糕吧 嗯 那我猜 是我昨天才吃过的披萨 圆形 汉堡也是圆形的吧 我猜汉堡 阿雪 到你了 汉堡 蛋糕和汉堡 都是圆柱形的 圆形 我想不到其他圆形的食物了 那我也猜披萨吧 接下来投票 要不要吃 要不要吃 大家都同样 现在开始吃吧 怎么吃鸡萝 有没有这么做 我最不喜欢吃了 汉堡阿姨 能不能不要吃啊 不行 按照游戏规则 必须吃 那好吧 要不熊米黑魔 咱们快吃吧 喵喵喵喵 我和我们吃完了 请戴上眼罩 猜第三个食物 它的形状不固定 有一层的 也有五层的 这是什么食物 我怎么猜不出来 我也是 什么食物还有五层啊 会不会是汉堡 汉堡里面有面包 蔬菜牛排 芝士西红柿 不是正好五层吗 可是汉堡有两层面包 应该是六层啊 对啊 我怎么忘记了 而且没有一层的汉堡呀 那我也猜不出来了 可能这次的食物好难啊 我们随便猜一个吧 但是投票的时候怎么办 那接下来 不管是什么食物 咱们都投不要吧 这样就不会吃到 难吃的东西了 你们想好了吗 我们叫汉堡 好 开始投票 要不要吃 不要 请摘下眼罩 是我最喜欢的蛋糕 我要吃蛋糕 不可以 是你们自己决定不要的 我后悔了 大宝 虽然这次是好吃的 但是关于下一次 被难吃的怎么办 所以咱们下次 还是投不要吃的吗 好吧 一定会做不好吃的了 不难吃挑战 最后一题 喜欢的人特别喜欢吃 不喜欢的人特别讨厌它 这是什么描述呀 我才是香菜 我同一般人说的 我也在香菜 你喜欢吃香菜了 东西一定要吃 香菜 肯定是香菜 不管是什么我都要吃 你们怎么都在香菜 我才是丑豆腐 你们要不要吃 现在开始投票 我不要 我要吃 我也要吃 丑豆腐 我要吃 3比1 现在开始吃吧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好臭啊 怎么去飞鱼饭的 早就去白雪了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吃飞鱼饭的吗 欢迎在评论器告诉我们 睡觉开始 让我检查一下 他们的睡觉情况 完了 我太紧张了 睡不着了 快睡快睡 有妈妈吵 好啊你回去妈妈 假装睡作弊 白雪老师 我最怕妈妈吵了 回去妈妈0分 淘汰 接下来还有王后妈妈 怪兽妈妈和爱莎妈妈 先考验哪个好呢 别学我 有了 点兵点叫 点到哪个就是哪个 是怪兽妈妈 怪兽妈妈最可怕 别人给他脑痒痒了 我来考验一下他 不行不行 1 2 3 木头人 白雪老师 看来白雪老师 真的被定住了 黑暗魔王的木头人 魔法真好用 这下 我可以当着白雪老师 的面作弊了 哼 学会妈妈们的老师 我是不可能 进一笔魔法定先的 我倒是要看看 怪兽妈妈 要怎么作弊 都怪考试之前 睡了太久 现在睡不着了 刺不办了 对了 我要睡觉魔法 喝了它 我的睡觉考试 肯定能靠100分的 怪兽妈妈 干嘛呢你 竟然当着老师面作弊 拿了吧 什么 什么味道 不要好过 完了完了 白雪老师 吸入了魔法的味道 睡着了 怪兽妈妈 你竟然赶在考试的时候 公然作弊 还连累了白雪老师 怪兽妈妈 零分 淘汰 接下来的睡觉考试 由我贝儿老师 继续建考 我可是最严格的 接下来 开始第二场考试吧 现在 就剩下 艾莎妈妈和 王虎妈妈了 我还要继续讨厌 他们才行 只有睡觉最棒的学生 才能拿到100分 那肯定就是我了 我最擅长的 就是装睡 无论是谁来 都不可能让我 从装睡着醒来的 乌云哥哥 来 我可是大雷了 我最怕大雷了 贝儿老师 你可让乌云哥哥走吧 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艾莎妈妈 捐装睡 你也淘汰 现在就剩下 王虎妈妈了 不过 我还要再观察一会儿 才能给她100分 呼噜打得不错 看来 王虎妈妈在上 呼噜课的时候 认真听讲了 太棒了 王虎妈妈不仅说梦话 还说的是高级梦话 梦里唱歌 看来 这次考试的100分 被王虎妈妈莫属了 等等 贝儿老师 我家奥巴还没有参加考试呢 你们怎么才来 考试都要结束了 给我们奥巴一个机会吧 他为了接受考试 可是准备了很久呢 那好吧 奥巴的呼噜也打得很好 去吧 这老绿大比风 站吧 站啊 一嘴卑微的猫 奥巴也在说梦话时唱歌了 贝儿老师 你说 我家奥巴是不是100分 我觉得王虎妈妈表现得也不错 王虎妈妈也唱歌了 但是100分只有一个人能得到 那肯定要是我家奥巴 她唱得更好 那我问问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谁唱得更好呢 快长按大拇指按钮 把层子变号告诉我吧 你们选择谁 我就给谁打100 白雪 零分 大宝 零分 雄米零分 贝儿零分 统统请家长 我才不要请家长呢 定身术 启动 贝儿 金油座 超能力 定身术 还好有你贝儿 接下来看我的吧 记忆植入 启动 我给老师植入了一段 我考100分的记忆 大宝 水瓶座 超能力 记忆植入 现在只要我们把试卷上的分数 改成100分 就大功告成了 白雪 快用你的超能力 给大家改一下分数吧 没问题 白雪 天蝎座 超能力 分数操控 看我的 好 耶 100分 我们不用去接下来 同学们 这次大家都考了100分 周末就不不知作业了 白雪 你给我站住 考了0分 看我怎么教训你 妈妈 你别追我了 我考的是100分啊 我才不信的 妈妈 为什么不信 我考了100分啊 考了0分 还说自己是100分 给我考墙站好了 妈妈 我的腿站得好疼啊 快坚持不住了 不行 继续给我站着 妈妈 我们这次考了100分 100分 今天早上 你们老师 已经把你们0分的成绩带 发给我了 都给我上课去 妈妈 为什么周末 要把我们送到学校 而且 昨天我一回去 妈妈就说我考的是0分 怎么也不相信 我考的是100分 我妈妈也是 那是因为 昨天早上老师就把成绩单 拍给家长了 原来是这样啊 你们来了 快 老师怎么变成这样了 贝儿 你是不是给老师用变认数了 没有啊 我们的星座超能力 一天只能使用一次 我今天的次数还没用呢 我去看看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师 你 贝儿 你怎么也不动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把学大宝 我们一起去看看 好 贝儿 你 终于把你们都弄进去了 乌婆婆 出来吧 辛苦你了老师 魔法启动 啊 乌婆婆 你刚刚对我们做了什么 当然是把你们的星座超能力给回收了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们自己 我给你们神奇的12星座超能力 是让你们做好事的 而你们 却用它来更改自己的分数 所以 我就让你们老师帮忙 把你们都弄进魔法阵里 乌婆婆 对不起 是我们错了 知道错了就好 以后 你们一定要做一个好孩子 只有好孩子 才能拥有星座超能力 小朋友们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点赞关注我们吧